大家好 欢迎收看insight传经 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加密货币准备上涨的原因 以及呢比特币啊有可能突破12.5万美元啊 我罗列了很多的原因 这个行情要启动了啊 这一期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啊 好 正式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 欢迎新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各位老铁点赞 视频底下有很多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注册链接 都有手续费折扣优惠 OKX有手续费8折优惠也需要的老铁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加密货币准备上涨的原因啊 我们从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开始聊起啊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一个经验吧 就是在2020和2023年 那个加密货币从低谷开始反弹啊 都是发生在我老妈那个生日前后啊 其实呢那个2023年那一次啊 我老妈过往大售之后啊 从那个时间点到现在啊 我的那个基本面啊 投资的基本面发生了一个本质的改变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啊和最近啊那个比特币减半 大家知道比特币是今年4月底减半的 然后呢我们根据过往的那个历史数据啊 减半之后半年左右啊 因为那个矿工要把手上的比特币给卖掉 因为减半了嘛 他们的收入是降低的 就是比特币的收入 所以呢要卖掉他们手上的比特币 要么呢就不干了 要么呢就补充新的设备 所以在这个时候有比较大的一个抛售压力 然后呢在半年之后呢 这个抛售压力会降低啊 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 最近一段时间比特币减半这一段时间 因为比特币现货ETF的推动啊 比特币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上涨啊 像我们原来的公司 他有那个矿业集团 就是他们的底下有2%的比特币的算力啊 他们在熊市的时候踩的那个比特币啊 基本上不会卖掉啊 都是在牛市卖掉啊 他们如果说要回本的话 估计也就是在过去的半年里面在卖掉 然后另外呢就是美联储降息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比特币啊 从这个54,000美元啊 当时大家都很慌啊 很多KOL说要跌到5万美元啊 跌到4万美元对吧 我就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我看他们当时那个判断都不是特别有理性啊 这不是特别有根据啊对吧 除了吓人什么都不算 你至少啊 像我跟大家提及的这个美联储马上要降息了 这个说过1万遍了 对吧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美联储降息 那个关于 银行金融机构和那个逆回购啊 就是他们会把那个资金放到美联储指定的账户里面 在美联储降息这一段时间啊就美联储进入了那个缩表的操作啊 就是说那个准备金和那个逆回购的那个资金池子啊 资金开始流出了 现在那个美联储已经缩表了差不多1万亿美元左右啊 一万三千亿美元左右 这些资金流出的话就会支撑其他的市场啊 股市对吧 币市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那个美联储降息 另外呢 那个美国大选 关于美国大选呢 我等一下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美国大选对那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影响 呃 当然了啊 其实呢 呃 我这个第三点啊 就涵盖了第一点和第二点啊 跟大家的一个介绍 就是说那个 世界宏观经济发生了改变啊 你看这个文泽州的说法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法 那个说法就是美联储降息 美联储降息的话 那么接下来是怎么回事呢 其他的央行啊 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 他们都要跟随那个美联储做出调整 那个中国人民银行啊 就在降低那个银行准备金对吧 也在做一个缩表 往市场放水的一个操作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一个宏观的经济条件 决定了我们比特币啊 在未来要上涨 是这样的 对吧 其实呢 大家有时候呢 也可以注意一下我的那个说辞啊 其实我所有的时间点啊 时间节点啊 在过去 那个所有的说法都集中在美联储降息啊 这前后啊 但是呢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明白啊 那个 比特币或者是山寨比啊什么时候 尤其是山寨比啊什么时候是一个最低点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提供一个正确的时间点 我只能够自己定投啊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方法对吧 这个是没办法的 你不能够吃掉每一块肉啊 所以呢 这里面投资的话有一个问题啊 像我拿我妈的那个资金去投资 他就是一次性的十万块钱啊 逼着我全部把它放进去对吧 那么这样就没有后续了 这个投资其实啊 再牛逼的人都没有办法赚的钱啊 只能够忍啊 忍到那个航行起来了 再跟他拿出来 他这种赚钱的方式啊 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所以呢 还是要持续的投入 持续的定投啊 然后呢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大选啊 这个大选之后呢 我会可能监管会变化 然后我们看看大选之后历练的一个走势啊 这里面有一个说法 那个比特币啊 可能涨到十二万五千美元啊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行情启动呢 大家最近也看得到啊 对吧 其实各种山寨比加密货币都已经走出了低谷 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那个比特币和那个标普500啊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相关性 比较强的相关性啊 其实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都在上涨 比如说比特币 比如说标普500 这个是没办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 嗯 叫一个 通胀啊 那个资金池啊 总要流向这些资产里面啊 所以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有时候呢 如果说比特币已经上涨了 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他往往可能 后续的那个成长的动力啊会降低 进而呢 那个资金啊会流向那个价值挖地 这些价值挖地呢 什么时候上涨 甚至呢他会继续下跌 这些事情都说不准 但是一定会流向这样的价值挖地啊 在某一个时间可以让大家盈利 这样的价值挖地呢 其实现在可能山寨比算是一个吧 比特币和那个标普500啊 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关相关性啊 这个比特币现货ETF推出之后啊 就非常明显了 那么我们看看标普500啊 在2012年断选之后啊 标普500涨了11% 对吧 2016年大选之后呢 标普500涨了7% 2020年那个标普500涨了17%到18% 这个主要是新冠疫情放水 那么如果按照那个比特币的一个规则 就是比特币他本身啊 也会跟那个大选啊 产生一定的一个关联度嘛 这个就不是特别靠谱了 比如说那个比特币在美国大选 第一次大选之后啊 2012年啊 大选之后啊 那个涨幅非常的大 因为那个时候比特币的市值规模比较小嘛 如果按照当时的那个涨幅啊 现在比特币可能呢 会在这个大选之后涨到100万美元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等一下说为什么不可能 在2016年的时候呢 如果按照那个涨幅啊 比特币可以涨到50万美元 如果按照2020年啊 那个比特币可能涨到25万美元 你看啊 100万美元除以2 50万美元除以2 25万美元 如果呢 按照这个规律啊 这一轮那个比特币可能涨到12万5000美元 就是在 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的一年时间里面 比特币可能涨到12万5000美元 这个呢 跟那个 这个彩虹图和那个RMA指标其实是一致的 我之前在 今年上半年啊 就其实反复的跟大家有过预测 我认为 比特币会涨到14万美元 我不信比特币会涨到20万美元啊 也不信那个比特币会涨到40万美元 100万美元更不信了 因为比特币现在它的市值规模是1万亿美元 涨到12万亿美元的话 它的那个 涨到12万美元啊 它的市值就要翻一倍 就是比特币的那个估值就会到2万亿美元 其实这个难度本身就很大 我跟大家说啊 那个比特币涨到12万5000美元难度非常的大 而且要涨到这个水平啊 肯定是很短暂的 大家记住我跟大家说的 比特币如果能够冲破10万美元到12万美元 那么 它一定是短暂的暂住这个价位 不会长期的暂住 因为它的那个市值规模太大了 苹果才3万亿美元 如果它冲到12万美元比特币 那么它的市值规模就是2万亿美元了 这个还是有点比较难的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考虑要出场啊 为什么要考虑出场呢 我会这么思考其他人也有很多人会这么思考 专业的投资人肯定是这么思考的 但是呢 当比特币拉起来之后 其他的山寨币会有更大的涨幅啊 山寨季啊 迟早会到来的 这是什么时候到来 这个呢 就是当前比特币啊 你别看比特币 现在在六四千美元徘徊啊 呃 觉得他表现很差了 其实他已经很强了 他有1万亿美元的市值了 对吧 你看这个市值 呃 非常清晰啊 对吧 这个是 8万9千亿美元人民币啊 1万多亿美元了 好 呃 以上呢 就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inside财经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小铃铛 拜拜 再见